因为热爱自由所以渴望行走 爆款气质女装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36岁的王心灵 今天一大早又上热搜了 原因依旧是 之前网友们纷纷讨论的整容问题 一代甜心教主脸崩了 甜美不在 看起来像是50岁的大妈等等 这些声音越来越多 王心灵自己在微博也po出了10年 对比照一次回复网友 小编看来这张脸 跟10年前真的差不多爱 不过这种加了滤镜的照片 还是不能够说明问题 接受采访时的这组照片 可以明显的看到 王心灵的脸部 跟10年前有一些变化 五官更加立体 精修照片皮肤状态 以及整个人的气质 也变得有一丢丢的网红感了 少了之前的灵气 都说视觉中国 是明星照妖镜 百分之百原图的王心灵 就是因为这一组照片 又登上了今天的微博热搜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脸 是注射了多少波尿酸 脸崩成啥样了 还要整 不要再整了 我们看到王心灵的脸部状态 确实有一点奇怪 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 嘴部脸颊都很不自然 很明显的注射痕迹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王心灵是脸部有病 这是治病后遗症 又说是化妆灯光的问题等等嘛 反正就是没有整容 众说纷纭 面对这种情况 小编想说适度的微整是 女明星在所难免的 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度 一旦身陷 整容出不来 那么脸真的算是毁了 虽然王心灵也是评歌声吸引粉丝的 但是看着跟原来越不一样的脸 粉丝们心里也会有点反感的 出席活动的王心灵 身穿牛仔 轻轻装亮相现场 这一套look搭配的 还是很甜美有活力的 很符合王心灵给人的印象 蓝白的配色 也很适合现在春天的季节 白色T恤叠穿了一件 牛仔抹胸马甲 下摆微微花包型的设计 很有女人味 也可以很好的 凸显俏皮感 上半身瘦小的王心灵 驾驭这种衣服 真的很游刃有余 裤装的看点就更大了 网友们叫这条裤子蝙蝠裤 前面是简单基础款的 牛仔阔腿裤设计 后面一大片的牛仔 像是蝙蝠的翅膀 看起来 好像正要起飞的蝙蝠 这条裤子看起来 真的很遮肉呀 王心灵搭配了一双 白色的尖头高跟鞋 藏在阔腿裤下 超级显高显� 小个子女生 可以学习一下这样的穿法 或者入手一条这样的裤装 王心灵的装发 也非常少女气息 高杂起的马尾辫 加上了显眼的装饰 青春活力 夸张款的耳饰 也给穿搭很加分 粉粉嫩嫩的淡妆 让王心灵看起来 更加简灵了呢 虽然标题是渗入 甜心教主 王心灵脸崩了 但是小编还是希望王心灵 如果生病了 能早日康复 如果是整容 那么就要谨慎适度 千万不要 适得其反了 文字原创图片 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谢谢